從Mclaren、藍寶、菅尼到法拉利 我們今天不是來到什麼大型的跑車車聚貨發表會 而是韓國手機大廠他們在下半年用特別的方式 替下半年旗艦機做發表 兩款新機亮相 Z Flip 3和Z Fold 3折疊款 取代以往三星下半年對打新iPhone的饑荒Note Z Fold 3光打開前封面螢幕就有6.2寸 展開後這7.6寸 號稱能輕鬆三框四框多工處理 上下折疊的Z Flip 閒開前這封面小螢幕也升級到1.9寸 今年多上防水功能 兩款新機都將在iPhone 13亮相前開賣 去年賣7萬1的Z Fold 2、512G 今年Z Fold 3 6萬有種 同樣跟景品、聯名 依然有一款近10萬的手機 下半年齡大亮點Apple iPhone 13 沒意外同樣有四款機型 13 mini、13、13 Pro和Pro Max 尤其顏色大家好期待玫瑰金重新回歸 下個月就要發表的新iPhone 我手上特別拿到了方間流傳的iPhone 13 Pro的模型機 我們特別跟前一代iPhone 12 Pro來做一個比較 你可以看到它鏡頭很明顯比較大也比較厚 因為流傳它的相機功能會再更提升 除了相機升級 本來不斷謠傳能易解受疫情限制的 臉部解鎖Face ID Touch ID會不會回歸 螢幕下的Touch ID絕對是不會有的 以蘋果來講 他們已經縮短瀏海了 然後他們會加強Face ID 還有Apple Watch也可以直接解鎖 恐怕從目前螢幕技術支援看機會不大 或許有些民眾還能看看 強打CP值的小米近期也推MIX4 號稱有超強三顆鏡頭最高1億畫素 機身設計也調整少了過去的塑膠感 改陶瓷設計 下半年的旗艦大戰即將開打